在小朋友精彩的迎賓表演下 中寮鄉中寮國小舉辦愛的書庫接牌儀式 儀式莊也頒獎感謝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等善心人士和企業的贊助 讓南投縣愛的書庫有豐富的資源 幫助孩子多元學習 1 2 3 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表示 已經協助在全台設置370多座的書庫據點 這次捐贈讓南投縣不只領先完成一箱證一書庫 還發展英文等等特色書庫 幫助老師發展閱讀素養教學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如同閱讀文是一切的基礎 傳達只要開始閱讀就會有 我們老師在推廣閱讀活動 每個人有一本書就從書箱給學生 他可以借一個月 如果沒有讀還可以延長 玩還可以討論 閱讀可以讓我認識更多東西 認識這個世界 我愛閱讀因為他可以讓我找很多知識 南投縣政府也說明 感謝這些民間團體的幫忙 幫助平鄉地區的學生有更多資源來讀書 未來也會持續投入經費 希望讓每個孩子都能夠在閱讀中 找到樂趣和成長的力量 孩子的學習是要從閱讀開始的 閱讀可以讓孩子打開他們的視野 看到更廣闊的世界 我們常常提說 我們書中自有圓如玉 書中自有黃金屋 帶給孩子的是一輩子的知識的力量 這次接牌儀式不僅邀請了捐贈書籍的企業團體 同時也邀請了南投縣內 推動閱讀教育經驗豐富的校長來參與 希望為南投縣內學生的閱讀資源共同努力 人間新聞裡面 南投採訪報導